台湾保险市场竞争激烈 受险公司祭出小鲜肉军团 以年轻人的创意 热情另辟商机 没想到小鲜肉也一战成名 25岁的王仙琦 去年竞争成为富邦人寿 史上最年轻的通讯处处经理 年薪上看500万 让人羡慕不已 那我大概带领的就是四十几个 就是亲一次全八年级 全八年级生 那我觉得最主要与他们公司 最主要需要要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沟通 每当发生一件问题的时候 我会先为他们找出答案 告诉他们做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反而再让他们去享受 在中间打拼的那段过程 王仙琦的父亲 在他国中时意外过世 自己也变得叛逆 成为亲友眼中不成才的孩子 曾沦落到夜市卖盗版光碟 发现真的自己念书 不是自己的强项 所以与家人沟通 就是让我选择就是念夜宵 那我念夜宵 我白天就是会去工作 对然后开始工作了之后 我发现就是自己真的 知道就是真的 真的知道 就是说大人们赚钱的辛苦 然后开始真的 学会自我反省 说过去自己 是原来多么的算幼稚吧 因缘忌讳下 他到富邦仁寿当工读生 那做了两年 就是遇到人生的贵人 就可能是我的主管 他是真的想要帮助我说 现在不是只有 现在不是只有一份工作 可以做到自己结束 而是人生很多事情 可以让我去挑战看看 但是真的 最主要就是我感受到它 让我真的很想 希望帮助我能脱离仙管 有主管的鼓励帮助 王仙奇改去拉保险业务 拼了四年 就达到别人 可能要花十多年 才能做到的职业里程碑 东新闻终合报道